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女排联赛已经进入了第一阶段后半程 各项技术排名也已出炉 众多国手纷纷入榜 比如李莹莹、仲慧、妙依文、袁新月等 但在榜单中,我们也看到了三位星星的身影 且她们还进入了前三 最值得欣喜的是南北长城有了自己的接班人 第一位星星就是复工杨佳 在最佳蓝王总分榜上 杨佳以28分成为榜首 领先外援武奇科娃2分 05年出生的杨佳身高190厘米 是一位篮网能力出众的球员 颇有接班徐云丽南长城之姿 不仅超越众国手 还把外援挤到篮网榜第二 足见她在篮网端的天赋 今年的女排优21世锦赛 杨佳就随队参赛 和万子月、曾洁亚一起帮助球队夺冠 杨佳的篮网判断和篮网手型 在年轻小将里算是出类拔萃的存在 她现在需要加强的是进攻 比起曾洁亚和万子月 她扣球力量较小 不够硬朗 这点需要在后续训练中加强 第二位新星同样是复工 来自于河南队的赵伯岩 在篮网总分榜上 赵伯岩以24篮 排名所有球员的第三 仅落后杨佳和武奇科娃 在篮网效率榜上 赵伯岩以1.04排名第三 落后杨涵玉的1.29和袁新月的1.17 赵伯岩能够在效率榜上紧追两大国手 着实让人没有想到 也体现了她良好的篮网天赋 延一退役之后 大家都在寻找北长城接班人 如今赵伯岩的横空出世 让玄缺已久的北长城有了新期盼 赵伯岩同样是05年出生的小将 身高192厘米 以往大家对于河南队的第一印象 就是朱婷或蔡晓晴 现在终于又有新苗子出现 虽然篮网强势 但她的进攻能力还有待检验 第三位则是浙江女排的主攻倪孟杰 倪孟杰以14个发球得分 排在最佳发球榜第二位 仅落后国手重会 倪孟杰是国内主攻里少有的大力跳发 相较于其他球员的跳拍 倪孟杰的跳发更有威胁 速度快 力量足 唯一缺乏的就是稳定性 经常是发一个丢一个 这和她年龄偏小有关 除了发球出色外 身高只有181厘米的倪孟杰 现在已经是浙江女排的重点进攻人 从发球排名来看 不管是排在第一的中会 还是排在第二的倪孟杰 都属于矮个主攻 身高都不足185厘米 或许正是因为身高的不足 让他们在其他地方下足功夫 就包括大力跳发 重会和倪孟杰是国内罕见的 跳发凶狠的球员 希望两人可以继续保持 其他统计上 最佳得分 贝尔152分 高居榜首 重会147分 排名第二 布拉格耶维奇 144分 暂居第三 进攻得分榜 第一是深圳外援 布拉格耶维奇 和江西外援贝尔133分 妙伊文127排名第三 得分效率和进攻效率上 妙伊文 瓦尔加斯和李盈盈分裂前三 此外 作为未免冠军的天津女排 在新赛季开局阶段 依旧展现了超强的统治力 前八门比赛 真的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对手的感觉 不论是遇到谁 都是以3比0横扫 虽说现在联盟里 除了天津女排以外 还有上海女排保持全胜战绩 但是在全胜战绩的情况下 连一个小局都没有丢 就只有天津女排了 作为天津女排年纪最大的球员 也是球队的队长 31岁的姚迪 本赛季也算是迎来了个人的生涯 第二春 发挥真的是可拳可拳可点 新赛季前八轮比赛结束之后 整个二传榜上 姚迪是高居第二名的位置 仅次于河南双会女排的张子涵 说实话 在天津女排打球 就感觉在国家队打球一样 因为队内有很多名国手球员 而且像李盈盈 袁新月 王源源 还都是首发级别的球员 而姚迪这些国手身边 也是能够占据自己一席之地的 与他们之间的默契和配合度 也是非常高的 也可以说 天津女排能够打出这样的成绩和比赛表现 老队长姚迪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姚迪越是表现好 就越打脸女排国家队的主教练蔡斌 记得之前 姚迪为了想回到国家队继续效力 曾多次公开喊话蔡斌 可惜的是 最终蔡斌还是选择相信自己的爱将刁林语 而直接忽视了姚迪 后者也没能够达成 再次回到国家队效力的愿望 而如今的情况就是 被蔡斌重用的刁林语 已经开始在江苏女排俱乐部打替补了 而姚迪的话 则是在联赛领头羊阵中继续打手法 而且表现也是越来越好 看了蔡斌对待姚迪的做法 也明白了当初朱婷为何迟迟不肯 回到国家队效力了 一方面 蔡斌真的不会选人 用人 一方面 他对于主力球员确实是过度使用 估计伤病刚刚恢复没多久的朱婷 也担心会再度受伤啊 也恰巧海外方面传来朱婷的消息 国际排联发文 祝朱婷生日快乐 即使现在朱婷打国际大赛的次数很少了 但是被宠爱的程度依然没有减弱 国际排联 FIVB分别在三大社交平台 Instagram 脸书 Facebook Twitter Twitter 发文祝贺朱婷生日 Happy Birthday Ru Ting The Chinese Superstar Celebrates Another Year Today 中文翻译如下 朱婷生日快乐 这位中国巨星今天又庆祝了一年 其实 谈及这位球员 相信大家的感悟还是非常深的 从他手腕接受手术开始 大家想让他回归中国女排的欲望 就非常强烈 毕竟正如球迷们都看到的那样 无论是去年的女排世锦赛 还是今年更重要的巴黎奥运会女排资格赛 中国女排在硬实力方面 还是凸显出来了一定的缺点 一锤定音没有了之后 即使快速多变打了出来也是没用的 因此登上领奖台就非常困难了 而谈及朱婷现在在主攻位置上的表现 其三大优点仍然尽显 第一 后排的保障环节 做得很到位 在意大利女排联赛上 他为斯坎迪奇女排的后排保障 可谓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许多对手的扣球落点 他在后排时判断得非常准确 第二 国际大赛经验丰富 伴随着他参加比赛的次数越来越多 这项能力是逐渐增强的 毋庸置疑整个东京奥运周期 以及里约奥运周期 这位球员确实展现了很强的临场应变能力 第三 四号位的进攻实力仍然展现得非常强大 伴随着他扣球手法越来越多样 虽然扣球力量和速度方面稍有减弱 但是想要突破对手的篮网还是非常容易的 那么现在仍然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位主攻手 大家当然期待他能尽快回归中国女排 最后相信大家心中都有一个疑问 朱元璋这队组合还能再合体吗 现在张长宁正在进行着恢复训练 相信明年入选国家队还是不成问题的 而明年又是奥运年 朱婷之前也透露过想打奥运会 那么回归也是大概率事件 因此朱元璋组合有很大希望能同时出现在赛场上 让我们一起期待